东汉开国之军光武帝刘秀 年轻时就爱慕河南新野县的大美人英丽华 立志要取之为妻 后来他果真如愿了 仍然爱慕的美人 刘秀是西汉高祖刘邦的后裔 当年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流发的儿子刘买峰 在冲林金湖南陵远陷境就是刘秀的原主 到了刘买孙子刘仁这一代时 因为嫌冲林悲失 又请求皇帝打允内袭 而再向北迁到南洋白水乡 经湖北省找阳县 并把白水乡改名为冲林 刘家一传再传 知系旁多 刘秀父亲刘新这一只 却只能维持个小康的局面而已 汉平帝原始四年 公元四年 刘新又因病去世 九岁的刘秀只好和大哥刘思荫 二哥刘仲 姐姐刘元转一叔父刘梁过活 刘家世代乌龙 刘秀便在情庚与独下 度过了平凡他世的童年 刘秀的二姐刘元嫁给冲林西北边 几十里地的新野县一个四家子邓城 刘秀有时也去新野姐夫家小住 在新野县 连三岁小孩都知道 殷家最有钱 殷家的田一望无忌 殷家的铺丛与马成群 殷家有位美丽的千金小姐 名叫殷丽华 提起新野的殷家 可谓是远远流长的四周贤贵 据说殷家祖先元姓馆 是春秋时代管仲的后代 可谓相军之家 管仲的七四孙管修从齐国到楚国 当了殷大夫 后来就以地名作为姓氏名 到了秦汉之际 才又搬到湖北的新野定居 西汉宣帝时 殷家家是已经重落 但是家长殷子方 却是个人厚孝顺的人 经常不顾自己的贫困 简囊记住 他人 赖月23日 殷丽华 家家要寄厨房里的赵神 殷子方穷得没东西寄神 正在愁窘之际 突然灵机一动 把家中唯一的一只黄狗 杀了来祭拜赵神 据传从此赵神保佑殷家 使殷家开始发财 又买田地 又盖房子 成了地方上有名的大财主 殷子方生子殷佑公 殷佑公生子殷墓 治君梦 殷墓就是殷丽华的父亲 后来因为殷丽华嫁给刘秀 殷家成了皇亲国妻 继父且贵这一切 据传都是赵神 暗中寄住的结果 殷丽华自小就是出名的美人胚子 殷家又有钱 所以 爱慕他的男子虽多 却没人敢高攀 刘秀比殷丽华大十岁 任年纪显然是老了些 任才是更是差一大截 没落网孙的头皆不提也罢 这番仰慕失恋之情 也只好放在心里 王莽新潮天凤年间 二十几岁的刘秀到长安游学 跟卢江徐指挥先生读书 有一天 他在京城里看到王莽的殷执金屋 官民 年峰二千十米 美食约等于一百一执金 负责皇帝的安全戒备 郑威风的指挥部下 安排皇帝出巡前的安全警卫 老百姓都像碧温神似的躲得一空 刘秀见了不禁大为羡慕 探到事官当作执金屋 取其当的英丽华 刘秀的这两个志愿 后来全都实现了 一直到他当上了皇帝 有执金屋来保护他 听他使唤 又在英丽华之外 多取了好几位嘉丽 说起来 刘秀当年的志向实在并不远大 但是 对当年的刘秀来说 这两个志愿都像孟一般遥不可及呢 冒险嫁给反军首领刘秀 此次造英雄 由于往往脱骨改制的新政过于激进 社会意识难以适应 加上年年旱灾 黄灾造成饥荒 活不下去的老百姓 只好铤而走险 落草为寇 这些土匪当中 以青州 徐州的四眉军 和荆州的陆林军 声势最为浩大 刘秀和哥哥刘龙 刘仲 也在帝皇三年公元22年 参加陆林军 向王莽政权挑战了 刘家在南洋是大族兼地主 又有汉式血统 刘家兄弟又表现优异 所以很快就能出人头地 刘家兄弟中 刘士盈为人豪放 喜劫宾客 骑兵造反的事 多由他一手倡导 刘秀则为人谨厚 闷不吭声 不爱出风头 凡事各在肚子里 正因刘整锋芒毕露 遇下过言 所以各自连军多半 不愿推他做领袖 而于次年二月 用力了汉式的 另一支一刘玄 刘传的竹兄为弟 年号更死 公元23年就是更死元年 更死元年五月 刘玄下宛城 经河南南阳县 并以为国都 结果王莽派王毅 王毅率领 四十万大军前来平乱 王毅 王毅先派出十几万人 围攻联军的据点昆阳 经河南夜县 更死珠江心生胆怯 纷纷记忆弃沉而逃 幸亏刘秀引兵来救 大破新朝的军队 结果王毅被杀 王毅狼狈地 率领数千人逃回洛阳 刘秀在昆阳以以寡击中之势 轰动了全国 更直接敲响了王莽的伤中 各实地派两路大军 乘胜追击 一攻洛阳 一攻长安 结果王毅在同年九月 被杀于未安光的舰台 立作十六年的新朝王 也就是在打胜了昆阳一战之后 二十九岁的刘秀一气 风发的道新野县 向殷家提亲 要取英立华为妻 一方面十九岁的英立华 尚待自归宗 还没找到相配的夫婿 一方面也是涉于刘秀的军威 这门亲事就在 更死元年六月间地定了 行婚礼时 王莽政权还没垮台 刘秀还是造反的土匪头子 殷家敢冒着满门操展的后果 把女儿嫁给刘秀 也是冒着天大的风险 后来英立华当皇后 殷氏子孙被封为王侯 都是这桩以性命 做赌注的婚姻带来的收获 英立华和夫婿刚度完蜜月 新郎刘秀又匆匆披挂上阵了 英立华的一母哥哥 一同母弟弟殷心 殷舅 都一同随着刘秀造反了 遭遇情离郭盛通 昆杨战后不久 刘荣应受更死地的猜忌而被杀 刘秀见状 更加迁退套会 并向刘璇谢罪 还说自己哥哥罪有应得 这产品去一场大祸 更死地刘璇虽以皇帝的名义定都洛阳 但是北方的刘系皇族 根本不把刘璇放在眼里 如真定的公王刘洋 流浪兄弟 拥兵死于万 便支持邯郸京河北省西南部的王郎 形成北流 南流对峙的局面 刘璇在洛阳寝时南安 便派刘秀到河北去招抚敌人 刘秀是单力薄 简直是被派去送死 但是地命难为 他也只好硬的头皮去了 刘秀来到河北后 就听说王郎悬赏十万户的封印 要自己的脑袋 刘秀没办法 只好逃亡到济州汉北省济县 等济州无法存生 又逃到信都河北省济县 幸好当地的小军阀留职 刘喜支援他 并建议他跟大军阀刘洋结位亲家 办法是娶刘洋的外甥女郭胜通为妻 刘秀眼见自己孤立无援 北京南退都是死路一条 只好向刘洋提亲 并保证将来拥护刘洋做皇帝 刘洋一听大喜 就把外甥女郭胜通嫁给刘秀了 这是更十二年三月的事 离他跟英丽华的结婚还不满一年 刘秀原本也只是走一步 算一步 以政治婚姻为护身符 别的什么也不敢奢望 没想到洞房花主夜 才发现新娘子郭胜通身为大家闺秀 有一种幽龙华贵的风度跟英丽华小姐迥然不同 这下子可真是热坏了 从此朝朝夕夕与郭胜通相对 把相聚才一个月的英丽华忘得一干二净 刘秀会做人 情场 战场两得意 许多英雄好汉都闻风归附 更十三年 公元二十五年六月 他正式独立 在燕南京河北省高一县即位称帝 年号建武 同年九月 赤梅军攻入长安 杀了更十弟刘璇 刘秀趁机南下攻占了洛阳 流浪兄弟不满刘秀时言和骗婚骗财的劣行 骑兵造反 结果被刘秀的大将耿存击败而死 到了建武三年 公元二十七年 赤梅军也被刘秀平定 天下虽然有若干割据失利 但江山以大范围刘秀所有 不足为虑了 千许里让的散报 刘秀在洛阳定都后 首先面临的就是风谁当皇后的问题 因为英丽华也在建武元年十月 刘宁平背影静若金 与郭胜通同为贵人 同住宫中 论结婚时间 固然英丽华在先算是原配 但郭胜通先一步在建武元年的春天 给刘秀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刘强 而英丽华却因与丈夫天涯阔别 一直未曾怀孕 幸好因贵人美有度量 郭贵人美有教养 两位贵人相处得十分容下 令光五弟刘秀破绝安慰 当时大臣们都希望立英丽华为后 但英丽华坚决迁持 以郭贵人游子当先例 刘秀因天下人未完全平定 仍宣服北方刘夕势力 便统一由郭胜通当皇后了 她的儿子刘强则被封为皇太子 可是霍福德氏也很难一概而论 刘秀为了安抚英丽华贵人 也为了补偿这几年来对她的冷落 从建武四年起 刘秀在讨伐邓凤彭宠时 都携英丽华同行 不度蜜月 郭皇后算是有了名望 英贵人捞得实惠 一分更云一分收获 在行军蜜月中 英贵人果然也有喜乐 生下了长子刘庄 从建武三年到十七年 一直是郭胜通当皇后 在这段期间里 郭后又给刘秀生了四个儿子 刘富 刘康 刘延 刘烟 加上原先的刘强 一共四五个 英贵人也不甘示弱地生了五个儿子 刘庄 刘昌 刘金 刘恒和刘金 另外 还有一位徐美人 给刘秀生了一个儿子刘英 郭胜通虽然当了皇后 但是英丽华在宫廷和政府中 仍有强大的势力 因为他是刘秀的同乡 刘秀打天下就靠着同乡的子弟兵 所以朝廷的军政大权 一直掌握在南洋籍的人士手中 这些元老重臣始终支持英丽华 希望他出头当皇后 而郭胜通在宫里一直是孤立的 北流的势力在天下稳定后 便日日效弱 此消彼长 局势对英事大为有利 建武九年 强盗闯进了英丽华的娘家 把他的母亲邓氏和弟弟因心杀害了 光武帝很难过 想想亏欠英家太多 一面追风岳父 岳母和小舅子 一面对英丽华更为宠爱 到了建武十七年时 刘秀宇郭氏带小孩太严厉 教育不得当 将来无法脱过为由 终于决定下诏把郭皇后废了 改立英丽华为后 英丽华在嫁给丈夫十九年后 才坐上了英德的后座 论辈分 他远比郭氏更有资格当皇后的 但是他却嫌疏得赢了十七年 这份涵养不是人人能有的 甚而对大多数人来言都无法做到 英丽华当皇后之后 太子刘强不自安 请求除去皇太子之名分 结果刘秀同意了 改立英后的长子刘庄为太子 后来即位为汉明帝 幸福虽然来得迟了些 但是结尾好才是真好 才是真正的幸福 刘秀在英丽华当皇后之后 又当了十五年的皇帝才去世 英丽华则在明帝永平七年 公元六十四年春春月去世 享年六十岁 时候于丈夫和葬于园林 英丽华一算得以善终了 童参与时